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国都话军事八道节目,军武器言 这一节又是军武器言Crossover霍伸志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陈博士去谈谈一些有趣的话题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SpaceX 在今年的4月份就发射一次 但是上一次是一个不成功的发射 所以也都已经计划了,在不久之后再发射第二次 现在计算了,原本应该的时间可能在今个星期 或者是这几天就会发射,就是我们说的星舰火箭的情况 但是似乎有些事故,调查 我们说之前的情况,还没做好之前 就是FAA,就是我们说的联邦航空局的评议 它就不放人,不放行今次这个发射 所以我们说到这支120米的火箭 恐怕都没得那么快就升空了 即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这边 应该会推迟发射 Elon Musk还没拿到批文 应该都没得射的了 所以要等等的,整件事 不过我们今天会讲一下 这个火箭发射里面 一些技术的东西 我们会找陈博士给我们解释 例如说一些技术 就是我们说到火箭可能在分离 点火,发射等等 里面牵涉到一些什么的技术 还有现在我们说到那支火箭 即是接近它,包括它是要完全回收 回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 现在Starlink,就是我们见它不停地去发射 现在又发展到怎么样了 还有当然我们大家看到 我们乌克兰战步经常吃花生的 那个位置就是 就是之前它因为呢 在Starlink中断了乌克兰的 Operation 就搞到呢 就没得攻击到俄罗斯黑海艦队 这些什么花生的 那有机会呢 又说两句了 这样的情况 那都是啦 一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一下 帮我们军武器业 和科学生姿这边呢 给like啦 还有呢 免费地 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先 好,那我们请陈博士 陈博士你好 是,Larry你好 大家好 是啊 那我们真的说到今次呢 就是马老板 那他去做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星南火箭的发射 那这个星南火箭发射 就是上次4月那时候就失败了的 不过呢 失败了之后呢 都会总结一些的原因 就是包括我们 上次我们也有说的 那他那时候一发射呢 其实都没有预计那些东西 例如呢 射到地面 就是一片狼直 就是我们经常说 就是乱那麽 那样 所以这次FAA 是不是都叫做介入 那也都看一下他整件事 怎样去做得更加控制 做得好一点啊 还有就有没有些什么 就是有些细节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说啊 陈哥 由哪里讲起先呢 由上次我们说的 分析那个发射那里讲起 就是都几个月前的了 我们都特意出了一节 来去分析那个发射的过程 出了些什麽事 天上那支东西 就是有些步骤做不到 爆了 是吧 其中就是说 33支火箭 有些根本就没有射到 跟着又再走多些 又息灭多几支 然后它那个一级二级 没有分离到 然后整支后来 就在空中打了几个圈 就自毁了 那再看回地面 就是说地面的发射台都烂了 也有很多发射的那些威力 影响到附近方圆 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甚至乎是有人抨击 还有生态的影响 你只是航到天空 可以是由离开地面起飞的那些东西 其实它也有关事的 当你搞到地面一塌糊涂之后 那它肯定是要有些手续来去確保 你下一次的发射 就不会好像重复上一次的乌尼玛叉 那其实这个过程 我会这样说 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好像 老师和学生 那样去 或者好像一个 一个纪律部队和一个市民 那种执行纪律的那种方法 他们更加像一个合作的关系 就是一个当然是监管 看看你又没有做足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就要交功课了 所以其实4月那时候一出事 SpaceX就要写报告 它写报告就是 也都要把自己认为自己 出了问题的地方 全部报告上去 然后当然 联邦航空局 也都会根据它自己的观察 就再提出一些的建议 就是等于你第一次份功课 就没有PASS 或者很低分 然后呢 那个老师呢 就会容许你下次正式 交给我改修之前呢 我可以预先跟你看一次 那其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在这4个月以来呢 我们一路 就是开头他就说到 六至八个星期就可以搞定 那现在去到十几个星期 4个月的时间 等到9月以为可以 怎料现在又卡住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以为可以呢 是因为这几天 你会见Elon Marks 已经开始把那支火箭埋位了 就是那个Starship Super Heavy推进器埋位 而且也是在一个星期前左右 如果大家深水清有留意到 最下面那一级 主要的Super Heavy的推进器 就是那些由Falcon Line 扎成一扎的推进器 它是做一次地面点火 就是点了6秒左右的 然后就关一关机 纯粹就看看推进 和能不能够做到呢 大家一起发射 那时候就看到6秒 基本上33支里面 只有2支 开了2秒之后 无端端自己又坐下坐下 其他的31支呢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其实大家就很有信心了 哇 现在你来到呢 第二次尝试点火 也都好像几齐了 那是不是就是准备 我可以放上面的东西上去 接着又要点呢 而同一时间呢 最有趣的就是 Elon Marks自己都放风 他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埋位了 那所以呢 突然之间的气氛又好像很紧臭 大家似乎一似乎 又觉得是不是快要去发射呢 那有一些时间点其实要看回的 在这次SpaceX准备把这些火箭埋位之前呢 其实他们8月尾已经交了功课了 他们有一份报告呢 是交了交代回在4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事件 他们是认为了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那经过检讨之后呢 我们认为有这些事件要改进 那而且再根据中间呢 FAA其实有通水的 就说加上你们给我的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呢 就已经将它 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去交代回报告了 那这个报告其实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报告来的 它不是申请下次起飞的 就是你是等于第一次做错了 要交改正 但是你是未正式交第二份 就是它未正式批准 你可以交第二份功课的 就是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 在8月大约21日左右 那么它交了功课 而交这份功课以前 其实已经跟FAA那边有通水了 就是说 你记得在改正里加多这几项 那接着你又记得要跟进了 所以呢 就是SpaceX在这个过程里 信心满满的认为 你都教我 要写哪几项要改正 我都改定了给你看了 所以到时候就是 一旦你就打个踢就行了 跟着就等于 写个先或者写个月 那就搞定了 那 谁知道呢 在8月尾收到这个报告之后呢 其实FAA都算挺快的 你想一下那个报告用了四个月去写 然后现在收到这份报告之后呢 三个星期和你出结果 嗯 那它就是 就是这个出结果呢 就是三几天前 就是那个新闻了 就是那个大约是9月7日 8日左右的新闻了 就是说 那个报告呢 就决定 那个调查已经可以完结 可以完满结束 然后就提出呢 就是这个SpaceX呢 要进行这六十三项的改正 嗯 是的 但是 就是说到这里而已 就是说如果来着SpaceX想再飞呢 就要根据这些改正呢 再回来重新申请一个license 才可以起飞第二次 嗯 嗯 那其实这个位置就停在这儿了 是的 是的 因为就是 现在似乎看就是Elon Marks以为 喂 我都和你大家通了水 交了功课 那然后就是 Elon Marks其实也有些东西 这位都快手的 我都不是等你批不批 我还做了那个改正给你 就是现在就是问 老师我是不是应该改这六十三项的东西呢 那接着老师说 是啊 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改这六十三项的东西 接着告诉我 然后我就endorse你 那你再交改正吧 但是Elon Marks是一次过交了改正给他 已经是 所以这个就是SpaceX那方面 其实他很快手 他知道已经拿到的资讯 就不要浪费时间 我知道错了什么 我改了给你 我立刻交给你 你让我飞吧 是这样的 其实 但是现在很有趣 我不知道Larry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教学的人 有个学生好像很积极想跟你拿高分 是的 他改正 而且重要的是 你都没告诉学生要改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改正给你 正路来算 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其实 正路如果他 都叫做 你说是没有可能 六十几项全部捉到那么准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又觉得 如果他都做到那么多 就算我要给他一些时间 可能是隔一隔的时间 我想都不会差很远的 在一个时间上 因为他也有心去做准备的 现在反而就是看 就是那个准备功夫上面 包括现在给一个心理关口的时间 但是他将来更改 你都让他清楚知道 今次我们的要求是要去到这样的了 你怎么也要做得到 最少我 期望你有什么要做得到 这些位置 你做得到 因为我的老师 我就不会怎么阻止他 是的 但是你其实也说了一件事 你还会再看他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他改了 做样子都要看 你默书 我剔了你错 你回来做改正 改正老师要再看 是的 现在其实就是 Elon Marks 猜到老师 我已经自己告诉你 我哪里错 你又告诉我哪里错 我现在写回给你看 然后我做改正给你 但是FAA还没有改这个改正 就是FAA看了你这个报告 但是你正式做的改正 都还要去FAA再看完才行 就是现在呢 Elon Marks那边 他那边 SpaceX那边的人 他已经说呢 那63项 大家沟通了 就是这63项 没多没少 我已经做了 但是 SpaceX说你做了 那你也要有人再看一看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 以及做成什么 改正是不是真的做得了 63项里面 SpaceX在自己的Twitter上 都连出了 57项是做了 搞定 Completed 有六项呢 就是在报告里面 寫明就是 Future improvement 就是你不用 在这次立刻要搞定的 就是可以将来再改好一些的 你这次改好一些 你不用改了 那他说这些就可以 for future run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现在其实就卡在一个位置 他 其實 FAA那边就是要 就是和他 再看一次 你那57项 57加6的改正 是不是真的做得 就是是不是真的做得那么漂亮 行了 那你那个申请 你把申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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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批得你去起飞 现在就是这件事 那其实里面呢 这里就可以再细致讲 当然我们不会讲完这五十几样 有几样 刚才我们一开场白的时候 已经讲了 地面的发射台都烂了 是不是 那这个我们 那时即是知道了 甚至乎你有留意SpaceX 它有测试了 那个新起的发射台 就是你有没有留意到 它新起的发射台多了些什么 起码地台先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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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地弄好 不要上次 不要上次 上次这样求求其其 还有多些什么设备 多些什么设备 多些什么设备 它感觉 我走望外它似 是不是好像一些冷却等等 是冷却和冷却有关 是不是 它就多了一个 一个钢板的平台下面是会噴水的 它的水不是直接噴到火箭里 是噴到一个钢板 噴到 噴到一个平台 但是平台的底部有些水 噴到它 令到那块板 就一直是一个合理的温度 那些热就以周圍水汽的形式放走 就不会变成像上次的火 直接就在那裡 它那个地面燃点的时候 都顺便测试了 除了试那个Super Heavy 那堆Falcon 9推进器之外 就是那个发射台那些噴水冷却能力 都可以测试了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的改进 另外有些就是对USPACEX 就是说自己内部的 就是这里有比较重要的 它原本一级那个 就是上面第二级那个火箭 就是上面那个STARSHIP 和下面那个Super Heavy 没有分离到的 就是在第一次射的时候 那它这次直接有些东西是大改的 它就直接要加多了中间的一个圈圈的装置 上面才再淋上一支STARSHIP的火箭在那裡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它这次就用了一个 准备不再好像上次用一个叫冷分离的技术 这次是用HOT STAGING 用热分离的技术来去做 Larry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冷分离和热分离的概念? 有有有 我想如果军武我们经常说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导弹发射那些 包括导弹发射 就是你在发射管里面 你先把导弹推开它 然后在空气那里再燃点它 我们经常说是潜艇那些导弹 你推上它的水面才燃火 又或者是一个导弹筒 它推了出去 好像S-400、S-300那些系统 推出去一个气囊 推出去之后才再点火 那又有 或者就算你是中国的那些船舱 有时它推一支导弹才去燃点 领异都有这些 而发射当然也是常见 例如美国的船舰也是热发射管 所以我估计是会类似的 你究竟是分离才能点火 还是是点火机分离 是的 你通常那些冷分离 就是你会看到很有趣的 那些东西好像先拋出来 在半空 基本上都没跌到下来 好像停留了的时候 才再点火 接着再上去 是 就是说它首先拋出来之后 原先推进它那些东西就已经关机了 接着你那些东西趁着没跌下来 抗在半空的时候 才再点第二级上去 我想如果在船舰上 这种形式可以比较灵活地 控制发射方向 我想这个就是 还有这种是其中一种技术 如果热分离大家不难想象 就是基本上 就是两截火箭 后面推进那一截 还没关机的时候 前面那支已经开机 然后断开踢走后面那支 是 那这个就是热分离Hot staging 其实大家都 这个这个呢 就是个名字 其实大家一看那些火箭发射 想到想到 看都看见识过 也都不是新的技术 中国 美国 苏联 俄罗斯 就是现在俄罗斯 大家都有这些技术 甚至乎印度也有的 已经是 就是那种Hot staging 是什么新的概念 但是很有趣的 原来上次那个发射 Elon Marks 就选了用冷分离 这次呢 他就大概就说用热分离 其实这里就很有趣的 这里不妨可以提一提 两种技术的长短处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就明白了 热分离的话 后面推去那支 都没有关火 前面那支要点着 将它踢开 将后面那支踢开 那就是说呢 后面那支 那个 就会被人噴的东西 被人散了东西 这个是直接影响到 后面那支 那个燃料仓 那个Super Heavy 那支东西 它那个 recyclable的能力 就是它前面 为什么我前面的Starship 就是你在兜面噴我的时候 噴烂了我这个Super Heavy的头 那我想 就是这个我从这里猜 当初去用冷分离 可能都是纯粹令到 确保到那个 就是那个 可以循环 受到的破坏 是会可以可控一些 是的 是的 就是最简单就是这样想 那因为呢 如果实际上呢 你想有效地 可以带到更多的东西 令到更多的能量 灌注了在前面 整个推进发射 是更加不会浪费能源的话呢 反而是用Hot Staging好一些的 那又是不难明白了 你将一 就是你后面那支 扔一扔一下出来 你已经关机了 就是说有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 你后面那支是关了 然后你前面要隔一会儿 才能再怎么 就是说中间有一段时间 它是说得不好听些 它是被地球万有引力拖慢了 是 它是会损失 损失了 损失了一些速度 就是它吃不完小 所以呢 你Hot Staging就是吃盡的小 就是后面那支还没点完 就没了 跟着前面那支已经接力 就像你接力的人 你都不会等 你都不会等 你都不会等后面交给你鵬 那个人停了 你才能接着鵬 才能再起速 是的 你已经开始起速 你已经大家中间的接力 跑四成一百接力 那个其实就是一种Hot Staging 就是已经就是 大家使用最好的势力去接力 这样的意思 所以一这样说 我想大家就很容易明白这个原理 但是Hot Staging就是难做一些 就是等于你四成一百接力 那些人接力要练 是不是 就不是小学生玩接力 一个停了 第二个才起跑 是不是 那其实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但是结果 Hot Staging客观的效果就是 后面那支損耗大些 但是前面那支所需要带的燃料 又可以少了一些 因为它更加容易吃着这个世界上 所以它是一种 对于后面那支的要求高些 就是对于前面那支 那个的优势就会大一点 就是一种这样的装置 那就是这个 我平时那些穿梭机 火箭 一向有的技术 那我想它 这次它想得要用做Hot Staging 我想它也都是计算那条数 希望能够将未来 能够将最大的payload 最大的那些质量 带到上去太空那里 那为了要做Hot Staging 中间要加一只戒指 就是中间一个叫Hot Staging Ring 一个这样的装置 那它就是由后面那支 中间再隔个ring 在上面放一支Starship上去 中间多了一只戒指 那非的时候呢 你要将那只戒指 除了去 那你其实多个戒指 多个buffer位 就令到后面那支 就没有吃那么正前面那支 就是你给前面的屁股 对着你噴的嘛 现在是 那你有戒指的位置 就相对就令到那个 損害可以减低一些了 那现在大约知道 它将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嗯 明白 所以今次 所以今次都看多了技术 就是用了这个Hot Staging 放下去 那我想它也是做测试 你说那个Hot Staging Ring 就是它都还要再讨论它 隔到多少 那可以保护到那支东西有多少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 其实Hot Staging 一向都有 不过问题以前呢 可能就是纯粹觉得是 增加了推力的 就不用理下方那支 因为下方那支 都是扔下去都是烧的了 是的 不会收的嘛 所以都废了 所以现在就要加一个Rain 去令到它整件事 是保存得更好 那么起码 都不会搞到它 下一次做循环的时候 然后又要做收货 或者加很多钱 要再做 所以那个成本的考虑 和我们经常觉得 现代军功 什麽都好 就是它那些事情 要做到不难 但是要做得好 就不容易了 是的 是 所以现在呢 暂时就 就是没有什麽特别的声气了 这件事现在就似乎 停留了在哪裏呢 就是希望我是做灯神 这个位置 就是我自己就不是太乐观 那这个再次第二次 是非的license 可以这麽快批出来 但是其实你如果看 我觉得这次 无论是SpaceX 和FAA 它大家都没有叫做很阻止大家的了 就是因为一边 用四个月写这个报告 搞清楚了所有事情 希望可以一夜搞定 那其实FAA那边呢 也都是close了调查 也都不会再拖它了 而且也都是三个星期就回覆了它 那然后但是呢 就是跟随规矩呢 它就要再申请一次个批文 但是期间呢 也都要真是给 就是SpaceX 要表明清楚 就是它的改正是做得对 那这件事是需要时间了 那所以真的 究竟是可以 还要搞多久才可以呢 SpaceX 现在做的改正 那六十三项 究竟最后能否得到FAA认可 然后出到那批文呢 那其实这就 真是一个不知何时的等待 但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 就是 如果那件事 日晒雨淋 就是SpaceX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埋传位 那么久日晒雨淋 又不知道等到何时的话呢 你可能看到它呢 会将它收回到仓 但是 如果它还捨得放在那裏 等不放回去的时候呢 你都还可以有个期待 它会很快搞定 是的 OK 那我想就算怎么久呢 我想都尽量 可能安排今年 你明白吗 就是都尽量今年 快些去完成这件事 那如果它本身也做了很多 旱改正 是的 是的 但是就不知道 就是那个时间上 我们就一直在看 好像陈博士说 那个tips就是 你看看它会不会收起 就是收起了 都要等格 要不然 可能都可能 可能大概 11月 12月 可能又有得飞 那到时 我们又可以单凳子 又可以看它的直播 是吧 是的 所以这次呢 那些火箭 第一次乖一些 多一些会碰到 然后分离就成功 而Hot State 这次呢 就是一次过就可以做得到 这件事 说实话 你贴它 接下来第二次成不成功呢? 哇 其实真的跟赌大小没有分别的 我觉得 真的整件事真的是滑的 是的 我就乱丫厚跌 我估计它第二次都是差一点的 就是我想它会比上一次有进步 但是 但是都不能够完成了上次Friend那些东西 是 是 不过好像陈博士 你之前介绍呢 那个Fail Fast的看法 嗯 就是错了不要紧 最紧要快 就是整个过程是smooth的 还有呢 就一直都有一个改善 一直的改进 那就是on progress 这样去做 那整件事 都会追到日程 嗯 就是整件事推出来去做 那变成了 就接下来去登陆火星 月球什么都好 那 那 这件事都是会顺利 要smooth的 嗯 是 好 那我们就 这一节来到这里 如果接下来 SpaceX它有更加多 就是我们说 Starship launch的消息呢 我们会和陈博士一起 和大家再跟进 好 好 我们就在另外一节目 就和大家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 不要 不